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华联县政府为了防范群聚感染 华联市中列祠和吉安乡中列祠 从3月27日至4月5号 则开放家属来祭拜 并且分批一次食人进行祭祀 现场会有工作人员为大家量测额温 还有消毒酒精公民众来使用 请民众分流来祭拜 避免集中在3月27号到4月5号的 清明节当日所祭拜 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华联市政府为了做好防范群聚感染 今年中列祠春季国伤典礼 和军人中林祠春季典礼 不邀请遗嘱和乡亲来参加 而是以小规模的方式来举行 华联春季秋季 华联市中列祠 吉安乡中林祠祭祀一世 参加的人数是相当多 所谓疫情高风险的场所 华联市政府为了防止疫情群聚感染 今年度取消国伤和春季典礼 但园区从3月27号10点以后 到七明节结束之前 均在户外搭设帐篷 现场工作人员会进行管制 以分流的方式让乡亲全来祭拜 3月27号中午10点以后 我们在三军公共的中林祠祠 我们要开放给乡亲民众来祭拜 因为今年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依照上级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还有本府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我们这次会采用分批分流的方式来进入 原则上每一个批次要进去的话 我们最多以食人为一个原则 在进去之前我们会帮他量体温 来做这个酒精的一个消毒 也请那个民众一定要戴上这个口罩 然后来做一个进入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点是从3月27号中午以后 一直到4月5号傍晚 这个整个期间是这样 欢迎政府明证书表示 民众都要进入塔内 请佩戴口罩以及量测体温 额温超过37度C 禁止进入纳谷塔 今年因应新型冠状肺炎防疫工作 服务台均有消毒酒 或是干洗手液 供民众来使用 与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记得继续华车布导